男神和女神都有不堪日目的時候 宋禧蓮和陳志生在Youtube頻道 分享了當年他們最奇妮的TVB造型 先來看看Jason赤裸上身當眾洗澡的時候 這個是自願做的? 那時候他們說北京有個後花園 那裏有潭水 要懲罰在裏面游水 游完水後一定會洗澡 所以在現場洗澡 但為何嘴巴又要抹開? 因為我自己喜歡乾淨 所以洗澡的時候也很享受 我們再來看看華者冠軍宋禧蓮的大媽衣 這個真的很不正常 擺明我是扮演某個年代的人 很雍容華貴 超級愚蠢 唉這個造型 事關是這樣的 剛剛入行的每一位新的女生 或者剛剛選完美的女生 每年TVB都會有一個叫花尾展 在維園 大家就要有不同的打扮 然後就在那裏被人拍照 我想拍一個多兩個小時 這件事很不美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最後他們得出的結論是 無論是很努力 還是完全沒有努力的造型 都會有出事的一天 打開香港01APP 立刻按下 01TV的按鈕 再按上 娛樂界 所有娛樂話題湧出來 最熱最爆 抹盡娛樂圈所有消息 天天有片看 再按下 再按下